關閉2個多月的迪士尼 樂園重開 樂園早10時半開放 入場前要通過體溫監測 未開門已有人排隊等入場 為了控制場內的人數必須先在網上預約 原方說網上預約系統已要求填寫姓名 聯絡電話等個人資料 所以入場時無需一定要掃描安心出行的二維碼 但要出事預約證明 樂園初期逢星期二和四休息 有小朋友對於樂園重開感到興奮 幾個月沒有來的了 所以很想來玩 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 行政總裁莫偉婷在場觸賀入場的遊客 原來演藝人員每隔14天要做一次檢測 遊客和他們要保持社交距離 我們已經要求很低了 有得開已經可以了 不用擁抱都可以 不懂得擁抱 我還未研究一個APP 其實它已經有我們資料了 都沒所謂 疫情下坐小飛像 原方就規定只能和同行的家人和朋友 坐同一個車廂 陌生人就不可以了 安心一點自然開心到上天 或者配合樂園重開 港鐵迪士尼線 在樂園開放的日子繁忙時段 加密至10分鐘一班車 其他時間維持20分鐘一班車 無線電視記者 吳心如報道